我们在技术班外拍的时候 这个是在综艺站稻田那个地方 当初大小要办这个活动 我其实心里就有点准备了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老三模特 百般之百都当定了 跟大家同学互动都蛮好 大家都像朋友一样 我们出去拍的时候 其实也不一定是只有拍吗 有时候我们也会互拍 这张我还是稍微简单的评图一下 这张的后置基本上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 拍摄的手法是都没有问题 不管是构图的位置或是曝光 这些都OK 但是后置完全不及格 是因为他把他本人跟本人拍的差距差太大 本人比较瘦比较帅 那拍起来像是一个 对其实大家贴的蛮多 那我是想要推荐一张这张 我一直cute老师 我一直在转移话题 还是被cute 我们的主题 他还把它弄成像这个样子 弄得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不及形象 但是我觉得画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性 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人像摄影可以去玩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人像不是只有拍为美 所以我个人另外在推荐这张拿奖 好的原则上大概就是这两张作品 对这张的 大家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可以看到这里面西游记各个角色 最认真的是右边眼珠八戒的这位同学 这不是老师啊 嘿嘿嘿嘿 看不见 很用心耶 老师那服装是同学自己准备的喔 都是自己准备 都是同学自己准备 也就是说这张其实要另外讲一个是 我常跟同学在教拍照的时候 讲一件事拍照是为了什么 为了开心 你是为了开心在拍照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在拍照 当初他们在设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去找自己喜欢的角色 然后就去玩就去扮演 这个其实已经是超脱到 我们在拍摄的一个过程 已经到一个角色扮演的阶段 但是我一直说就是摄影它面向很广 只要你喜欢拍照 在中间引发的各种活动可以让你开心 那我们就去做 那这一场我们事实上拍的真的是非常开心 那做出来的成就感也很高 所以这张我也是想要拿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防疫嘛 也不可以到处乱跑 我们不能出去拍照 那不能拍照怎么办 那我们就在家里聊摄影吧 那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借由线视讯的方式 来跟大家第一个是聊一下 我们摄影史上有很多名家的作品 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其实常看到 比如说有一些摄影名家的照片 像现在画面上这一张 是Philip Husman拍的 他在拍的达利 要拍达利的一张作品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作品 到底是我们要怎么去欣赏 那它好在什么地方 它是怎么样去吸引人 它是怎么去拍的 那我们在阅读一些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再看看别张 像这个是Rof Eugene Mead的 他是拍超现实的一个摄影师 可是像这样的作品 它到底是怎么样 美人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很多同学其实在这一块 就不晓得怎么样去切入 怎么去看 我是想要是借由一个这样的方式 反正不能出去拍照 我们就在家里看照片 那我借由一个视讯课程的方式 来带领大家介绍很多像这样的作品 教大家怎么去看 怎么去欣赏它 以及它在我们的摄影史上 整路这样一路下来 它到底占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地位 它又影响了后面什么样的开放 来想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样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反正不能拍 但至少你以前有拍 那没关系我们把以前有拍的作品拿上来 我们来评图 我来跟大家来讨论你们拍的作品 然后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不管是你们对作品上的问题 或是我在你们作品上所看到的问题 我们都一定拿出来做讨论 那目的很单纯只有一个 就是怎么样让这张照片变得更好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讨论出来 那这次就是想说都不能出门 那我们就借由一个视讯教学的方式 顺便来试办看看 来看这样子的东西来对大家来说 反正我不注意拍照 但是同样我在家里也可以得到一些摄影的乐趣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想法 看照片欣赏照片 它其实也是摄影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同学也可以在这一块上面 多花点心思来去看看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得到很棒的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